第三个大问题 我们说一下这个戏的艺术特色 艺术特色里边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 大探二这出戏 是老生 轻衣 花脸 三个行当合作的 一个非常优秀的重要范例 我要把我做 又是人意 大国市场 大国市场 关神我 三天转地下单 成长所为大国 封壬品 饒鱼啊 减萧 且 超超 不知 我超中古 被 并且也是一个考验演员 唱功基础的剧目 尽管如此 虽然就是说 它是考验演员基本功的一个剧目 但是它的剧情 还是非常符合冲突论 很值得看 剧情的发展也扣人心弦 而且最后的结果 也符合中国人欣赏戏曲的 一个基本的审美习惯 就是它的结果 是一个团圆的结果 那么在唱的过程当中 这出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就是它有轮唱 是一个团圆的一天 是一个团圆的一天 我一天知道 大历得一眼 周全天 大家每当成为温圆 仍不王亟 是一个团圆的一天 是一个人家 我是一个团圆的一天 什么团圆的一天 在一天 也是一个团圆的一天 他不但有独唱 有合唱 还有三个人的轮唱 在轮唱的过程当中 艺术上要掌握所谓自投咬自尾 有一本轻松荒凉 有一波的腕力光熊霜霜暴力 超高的温柏门带 千帆佳山天天守望一道 收了一项存伤一项相逃避 向下包太子登陆飞上 大不离忘战胜在罚上 这都是前朝的忠臣 两强反过重量 万有下场 下场来无下场 且听爱舍是火 必放心里有一波烦恼 奔向也是不愿提了光亮 此处因为神 太子他的名为王 昏龙思想抗牢 将浪落平阳向门上 世到头来你想 一生是重量那麽是简单 第一个人唱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第二个人就接着唱他那句第一个字 第三个人还是这样接的 这个字头咬字尾 从艺术特色上来讲 应该是很悦耳很动听 同时他有他的生活基础 我们平时 我们想象一下 比如吵架的时候 真的要到吵架了 往往是不会听到某一个人 你话说完了没有 你说完了 我接着说我的意见 就你没有说完 我就马上强调 说你的问题 这个轮唱呢 又体现这样一个特点 艺术特色的第二点 就是这出戏 我们刚才说1938年开始 三折连演 到今天80年 京剧名家代代相传 至少是三四代 甚至更不止的 这个京剧名家都善演这个戏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片里面看到的 有杨宝森先生饰演杨波 张军秋先生饰演李燕飞 王全奎先生饰演徐燕昭的版本 更有王博生先生饰演杨波 王博生先生 其实他不是专业的京剧演员 他是中国话剧界 和这个中国戏剧教育界 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士 他后来当过山东省立剧院的这个院长 这个他的太太吴瑞燕更厉害 是当年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 他们一起早年参加革命 这个周恩来同志不是排五号吗 邓颖超同志排一号 王博生先生的夫人吴瑞燕是二十六号 就可见他的资历 王博生先生照过二进宫的剧照 他演杨波演老生 演李燕飞的是程燕秋先生 扮演徐燕昭的是著名的戏曲评论家 著名的记者徐灵肖先生 这都是比较难得的组合 与此同时演出过二进宫 演出过大宝国炭皇陵二进宫的京剧名家很多很多 这出戏到现在为止仍然在舞台上非常的活跃 前几年第一届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高校留学生京剧大赛的汇报演出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同学们还参加过这个助演演的就是二进宫 我们看图片里面就是人大富小的同学们正在那掩而进宫 可见这出戏的筷子人口 做了一句话 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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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